欢迎去锁电1400说新闻 我是黄斐鱼 新闻首先来关心的是 台中累计到昨天为止 已经有六位民众打完疫苗之后死亡了 其中风源一名82岁老先生 在洗肾中心接种完疫苗 返家之后就出现了呕吐发烧的症状 吃了普拿藤也没有用 过程中家人他打电话给家人求救 但最后送医还是宣告不知 拿出公共区洗肾中心打疫苗后 怕有副作用身体不适 还开了普拿藤让他带回家 但没想到吃了不舒服情况没有解决 最后人还成了冷冰冰一体 听着公共最后的声音 竟然是向他求救 刘小姐赶紧请看护打疫苗 但人送到风源医院抢救后 还是宣告不知 回来然后当天晚上就有不舒服 然后有些是一个普拿藤 两次就是那天晚上吃一次 然后隔天早上就吃一次 却没有缓解了 刘小姐说公共今年82岁 两年前才因为动手术需要洗肾 另外他还有高血压 质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疫苗的关系 对因为他原本上个月有去 那个处模型的手术回来都恢复的还不错 那医院初步的怀疑也还是跟急性心肌梗塞有相关 那当然这一切也是要等法医最后的一个相验 才可以确定知道他的死因 除了刘小姐的公共6月16号打完疫苗 在隔天死亡 大雅也有一名72岁老妇人 6月15号打疫苗后 6月17号洗肾洗到一半 突然陷入昏迷送医不治 大里也有一名72岁的老欧 6月16号打完疫苗 6月17号在家昏迷送医死亡 这三人都是洗肾患者 将协助家属提出申请 协助收集相关病例资料提送中央来审议 如今审议后确定因预防接种致死者 最高将给付600万元救济金 但再多钱也换不回亲爱的家人 就怕本来是子女要让家中长辈打疫苗 增强保护力 反而游戏转优 对于接种疫苗的意愿也打了问号 TB新闻电报 汉素太远的卫星台中报道 好 最近消息又传出 打完疫苗之后猝死的案例了 在台北市中山区 一名86岁妇人 15号打完疫苗之后呢 就出现了呕吐发烧症状 在今天上午呢 儿子发现他已经倒卧在床上 没有生命迹象 另一位记者 简余琪 好 主播全台陆续出现了 打疫苗之后猝死的案例 在今天台北市又新增了 一名的死亡案例 是一名86岁的陈姓妇人 她住在台北市中山区 而她在三天前的时候 曾经施打过AZ疫苗 当时打完的时候呢 就曾经出现了副作用 像是发烧还有呕吐等等的 这几天都在家里密切观察中 但是没有想到呢 在今天上午7点钟左右 儿子呢 到他房间 发现他已经倒卧在床上 没有了呼吸心跳 所以赶紧来报警来处理 而警方呢 是也请这个法医 还有这个病毒宾 到场来商宴 但我们不只了解呢 这一名陈姓妇人呢 他其实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慢性病史 而詹恩也说呢 其实觉得这次发生这样的意外 是几率的问题 不太愿意去计较 而后续呢 这个法医还要来厘清呢 这个死因是为何 所以呢 接下来会对这名死者 来进行解口 好 再来关键是永龄基金会 创办人郭台铭买疫苗 是不是又有问题了 在上午郭台铭透过脸书 发出了八点声明 希望政府能够公开表示 接受永龄基金会的捐赠 让这个捐赠的购买呢 可以拥有代表政府的采购权 因为官民合作的关系 需要正式授权 郭台铭买疫苗进度 在卡关不止发言人代表出面 向蔡政府喊话 郭台铭18号一早 也透过脸书发表八点声明 其中一项更要求见总统 郭创办人郭台铭先生呢 是随时准备好了 就是今天下午也可以 就是随时我们都可以 去跟蔡同见面 因为这件事情的确 让大家都很着急 毕竟郭台铭真的很焦虑 声明中提到 端午节后传出民进党 不同派系间有不同意见 草荷的是又有媒体出现 无法查证讯息来源的不实报道 各种看不见的力量 开始对本案产生技术性拖延 所以希望政府能公开表示 接受永龄基金会的捐赠 让这个捐赠的购买 可以拥有代表政府的采购权 官民合作的关系 需要正式授权 为国际恰商营造 有利条件 台湾的这个政治议题升得很高 但坦白讲 在国际上 大家还是要 看一个说法 就是说 台湾是否有开放 让民间能够跟政府合作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前提 现在不要先确认 不然的话 别人要卖东西给我们 也会担心说 这后续的处理 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那人家也会担心责任 这样白了 郭台铭就是希望能够直接获得总统背书 再去谈判 对此辅方回应 总统始终乐意与郭董事长见面会谈 会进行后续安排 也期待郭董事长 不要受到未经证实的传闻所影响 我们绝对没有说要拒绝民间的力量 只要有相关的东西是合鱼 这种是合格的产品 那我们基本上都会尽量予以来协助 政府云诺全力协助 但心急如焚的郭台铭 眼下或许只闻楼梯响不见 忍下来 TVP新闻张庄华乔安柔 台报道 郭台铭要买500万剂的AZ BNT疫苗 虽然政府表示会全力来协助 不到现在整个进度还是原地踏步 郭董在脸书就质疑了 现在也有消息传出 是因为绿营内部的派系意见不同 这个话让民进党立委 也一改先前的态度痛批郭台铭在胡扯 从媒体上随便看到一个报道 然后就讲说是因为这个防疫 是因为民进党的派系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这个简直就是胡扯 英系立委大动肝火直接怒呛郭台铭 全英为郭董声明提到 有消息传出 因为绿营不同派系间的牵制 才让疫苗卡卡 郭台铭先生这一次的一个努力 国人其实也都还蛮期待 但是他要跟谁讲话牵扯到说 民进党的一个派系 这个可能就对民进党来讲的话 大家就比较不服气了 我们毕竟不是这些朋友们 所以我们其实不晓得大家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如果说大家真的有一些考虑 是否也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这口中的非朋友明显的就是在讲执政党 永宁基金会执行长刘又彤代表郭董上火线 毕竟要捐这500万剂BNT疫苗 从喊声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周 似乎困难重重 政府因为立场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做这个采购 或者是说政府在这里头办的角色 他们希望他们的角色 负责的程度到哪里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比较明确的回应 所以就会变成说 永远都卡在一个 一个原地绕圈圈的概念 是不是被派系阻挠了 不知道而进展牛步是事实 郭董才喊希望能和总统当面谈 但这举动看在绿营眼中 却是飘出浓浓的操作威 郭台铭这么大咖 想见总统有需要这样透过媒体吗 那至于这些不实的传言 或者一些他自己也认为是意测的消息 他就不要多想了吧 郁董一改以往不批锅的态度 但已提到派系全都跳起来反击 毕竟疫苗大缺的现在 执政党可经不起民怨再次爆炸 TB的新闻站好报道 好马上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记者会 那今天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那我们的副指挥官 以及专家咨询小组的张兆吉人 也同时在会场上 那此外出席的还有我们社区 社区 社区防治组的 郑装副组长兼发言人 还有我们医疗应变组的 罗一军副组长以及我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指挥官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工作的一个进展的情形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有新增了188例 那本土的病例187 那境外移入1例 那死亡个案21例 那这几天死亡的案例 除了前两天的时候比较低 有一天比较低 其他还是维持在20上下 那不过这里面 我们的案例数 确诊案例数也维持在200以下 那死亡个案比较多还是跟前一段时间的病例 他当然经过一段时间 那死亡个案就比较多 那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治疗 我们等一下会请那个张教授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那解隔离的案子 这几天也持续的比较多 那相对是那时候发病人比较 就有确诊的比较多 那这段时间 渐渐也都解隔离出来 那现在的案子比那个时候比那一波要少 所以相对的解隔离的比例 也就增加 那整个在县市别里面 那新北市 大概76例 那台北市71例 苗栗县26例 桃源县 桃源县6例 基隆市4例 台中市2例 花蓮县新竹县各一例 那苗栗县这主要还是被隔离的移工 所验出来的 的阳性的一个比例为多 主要都是 那这两经过这几波的一个 渐渐一波一波的检查 那渐渐我想苗栗的案件数 应该会降下来 应该就会降下来了 然后第二个 整个在疫苗 施打 在疫苗 施打了这几天 当然传出来的死亡个案 是比较多 那大家也很担心 那不过 当然有这个因为时间序的关系 那高龄者 当然他的背景值 这个死亡或是 有慢性病的比较多 相对就会比较高 那我们看看 就是说以这个AZ的情况 或者以辉瑞的情况来看 在这几个国家里面 那有被统计的 大概每百万人 每百万人次 的一个相对死亡 那台湾大概有些地方比较低 有些地方比较高 那台湾大概位于在中间 位于在中间这样的数目 那当然跟这个 这是不分年龄 施打疫苗 当然就会跟施打疫苗的主要的年龄 会有一些差别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就是用同年龄 75岁以上 施打疫苗的一个 死亡的一个 通报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这些都是 只是都是一个通报的个案 还没有被我们确定 却有关联 所以在南韩这边看起来 大概有到1.8 每万人有1.42 那台湾是0.87 其实这都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在这里面 并没有因为是疫苗的关系 而发现跟国外 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那不过 在老年人 或者加上有慢性病 事实上 打疫苗 它还是有比较多的好处 要不然在染疫的时候 相对重症 跟死亡的比例 也都会增高 而且有亲密 就家庭里面一个亲密 在传染的一个可能 所以这个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还是要呼吁 大家还是要打疫苗 相对风险 比较能够降低 那对于里面 那在 我们在 有开了 就一个会议 那基本的一个 提供大家的建议 对于近期身体 具状况 或慢性病情 不稳定的时候 那建议身体状况 较稳定的时候 再接种 那可能要请教 自己的一个 他自己在经常看病的医师 然后第二个 这天气很炎热 事实上 不管说我们在这个 高血压或等等 心脏 这有相关的一个疾病的时候 太高温的时候 那身体有时候 也会有一些反应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 就是说天气太热的时候 恐怕还是要避一避 或者在打的时候 还是要找 找阴阳的地方 或者 有沉阳伞 避免这个温度太高 或太久 那在 在现有开放诊所 及卫生所 可以接种疫苗 所以在接种的地点的选择 那也是以究竟为家 以究竟为家 那至于现在有一些 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这个 我们高流量的 这两期 那还是我们的新的药 都有进来 我们是不是请张教授 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对于我们现在 在各医院里面 有不少的一个重症病患 那也不少的插管病人 那所以我们在 这波疫情开始不久 我们就 对于这些重症病患的照护 那觉得需要让我们的 第一线的临床医护团队 有更多的 清楚的了解 那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的周末 礼拜六礼拜天 都办了一个重症治疗的 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那事实上 线上的研讨会 那各医院的参加非常踊跃 那都是数万人一起来参与 这个研讨会 那此外在这研讨会就是 有相关该怎么样对这些重症病人的处置 治疗 那呼吸器的使用 那摆胃的方式等等 那此后我们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我们这样的一个重症个案的 有一个临床处置的专家咨询小组 那他们会开始做每天晚上 那都会做所谓的线上重症病例咨询的一个会议 那这个召集人是我们台大医院的新竹台大分院的 于中仁院长 他本来就是胸腔重症的专家 那他带领这样的一个咨询小组 那从下礼拜一开始 就是每天晚上的六点到八点 会邀请三到五位的咨询委员 那跟任何愿意提供个案来做治疗处置上的一个讨论 所以可以帮忙我们每一家医院的这些在照顾这些 在特别是家户病房里面这些重症的个案 那可以由他们提报的这些个案的资料 然后去进行讨论 那大家切磋 那看怎么样让这些病人可以获得最好的一个照顾 那初步当然是会有每天的中午十二点之前 那有任何医院的治疗团队 那他们想把个案提出来讨论 可以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 那之后在讨论会当中 就是会有一些病例个案的一个报告 那之后然后就会在整个讨论过程当中 会让整个团队大家知道说 这个时候或接下来几天 怎么样帮病人做最好的一个处置 这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从国外的资料 以及我们照顾团队的经验里面 知道说对于重症照顾里面 有一个叫做高筋笔的高流量 施化氧气的一个治疗 那对病人在快要插管之前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可以让病人有一些病人就免于进到插管的程度 那这样会对病人的预厚会更好 那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 我刚才说先说这个部分 指揮中心现在有公布过了 指揮中心也紧急采购了 有些医院的数量也许不太足够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紧急采购了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也有三星人士也采购了这样的一个设备 捐给很多的医院 那这都是要帮忙我们这些重症病人的照顾 此外在照顾过程当中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俯卧的通气治疗模式 那这个过去也曾经给大家看过一些影片 就是照片 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好多个人把这个重症的 COVID-19病人做趴过来的这样一个 俯卧的一个知识 那个知识会对他的氧气交换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所以对病人的愈后也会有所帮助 那这个花费很大的力气很大的精神 那可是过去 并没有给特别的给付 那所以在经过我们的医疗应变组的讨论 跟健保的一个讨论以后 那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医令 然后让这个医院在做这样很困难的一个 很花人力很花力气的一个知识治疗中 那也可以得到这个公费的一个给付的项目 所以这个部分 经过讨论以后 那也都会从5月1号回溯到5月1号 开始都会给这些帮忙照顾这些重症病人 花了很多力气很多精神 那也冒着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状况 那也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给付 那此外先前大家也关切过了 就是我们的治疗指引里面 我们也已经订定了 就是用单株抗体来治疗这个还没有进到重症的一个病人 那这项的双架的单株抗体 那我们紧急采购已经进到国内了 那也已经在这几天 除了先前的指引已经说明 年纪大于65岁 或者是年纪大于55岁 有潜伏疾病的这些病人 在还没有使用氧气之前 都适合用使用这样的一个单株抗体来治疗 那就可以让他免于进到这个重症的机会会变得比较小 所以这个已经到的这些药物 也很快就会到各医院去 那各医院如果有适合的个案 那也可以跟CTC来申请 那就可以很快把药物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 然后让病人可以使用 可以减少这些年长或有潜伏疾病的病人 来变成重症的一个状况 在这边也一边跟大家报告说明 好 谢谢中央校长 那这两样我们也把它列入 我们COVID-19确诊个案的一个公费 给付的项目 那开始给付日期 我们追溯至5月1号起 试用 那另外 另外我们今天 也有这个24万剂的莫德纳 在下午3点50分会抵达桃园机场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大概马上到了以后 就开始展验我们的检验跟风签的作业 那我们按照我们的接种计划 那来做施打 那至于配送的量 我们这货到了以后 那才来做一个 也会做一个适当的规划 那另外呢 这个 这个它主要 我们这一部分是属于 我们跟莫德纳公司签署的 505万剂 前一段时间 第一批先到15万 那今天又到24万 那我想大概 也不会很久 那第三批也会来了 那这个里面 它还是要储存在附20度C 可以保存6个月 不过它现在 这样的一个人链的要求 相对的比较友善 现在在2度到8度C的使用的期限 可以为30天 所以在施打上面 相对的它的一个可净性会比较好 那依照临床试验的结果 它每人需要打两剂 两剂间隔是28天以上 那疫苗的保护力相当的好 它可以达到94% 好 那早上大概 大概因为这个新闻 大家也蛮关心的 就有关于就是不管是 这个鸿海的郭台铭董事长 或台积电 这边都有跟政府提出来 赠送购买赠送疫苗 来跟大家一起来 来做抗议的 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意愿 那总统这边也强调 就是说我们政府 一定会尽量来协助 那在公司大家来合作 那公部门跟市部门大家合作 那以买到疫苗 为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 所以总统也非常乐于安排见面 那我们也会政府也会发函 授权台积电跟永宁基金会 他们可以拿这样的授权 那可以去分别洽谈这500万剂的 BNT疫苗 然后送离台湾以后捐赠给政府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积极的 能够办 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成功 那当然至于近来 还有一些传言或等等的 我相信 政府对这件事情的一个 就是说的一个用心 那我 我们还是期待 这个公部门跟市部门一起合作 好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里 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想问一下 台积电也要买500万剂的BNT疫苗 那这个购买模式跟永宁基金会 一样都是代理商授权 然后从德国出货吗 那还有就是这个BNT疫苗 它需要负70度的冷链 那这个是 这个冷链的费用是台积电跟永宁基金会 他们各自去负担 还是说政府这边会用纾困预算来处理 谢谢 好 在这里面 当然我想 不管怎么样 当然有很多的一些商业的模式 可以来谈 那 至于在疫苗上面 我们当然是也都希望是从 德国那边 在那边生产 从德国来的 我们大概基本上在目前 我想国人对这里比较有信心 长官好 大约新闻提问 第一题想请教24万剂的莫德纳今天抵台 那施打族群会再往下开放吗 另外孕妇是否有机会开放接种 那第二题想请教下一批40亿万剂 有机会在20号就抵台吗 那另外美国真正的75万剂什么时候会到 谢谢 什么21万剂 41万剂 有机会在20号抵台吗 为什么你有41万剂这样的概念 对 那个大概我想还是要过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大概也要掌握这样的进货的事成 然后才来安排这接种的一个对象 那至于在大家提出来说在孕妇要来施打 我们大概也会 就是说尽快在剂量够的时候 尽量开放给孕妇来施打 至于施打什么样的疫苗 那还是要尊重他们的一个选择 部长好TVBS提问 想请教一下 如果台积电和红海都要买BNT 是否会出现排挤的状况 另外想请问是台积电主动要买 还是政府请台积电也出手 第二个问题想请教 美国说考虑台湾代工疫苗 说已经与我方洽谈 请教是何时进行气氛如何 那我们对此事件的态度 要如何向美方传达我们的优势 另外之前也忧心国产的量能 有报道说去年我们反对疫苗代工 今年美方不排除给我们机会代工 我们也在争取遭到质疑说 政策是否有法加弯 谢谢 我们什么时候反对代工 曾经有报道有提到 说有这样的状况 没有我们是代工没有谈成 不是我们反对代工 那去年我们就没有进行 MRA的一个代工商谈的事宜 是因为那时候国内这样的一个技术平台 还不成熟 那现在相对我们的研究单位 都有相关的一个技术平台 那现在是谈这个 相关MRA的一些代工的一个时机 那我们会努力的去谈 然后第二个在目前来讲 就是说在 但第一个 这个两家公司 但各有他们的一个管道 我们当然都希望都成功 不过就好像政府在外在谈一样 也不见得每一笔都能够谈成功 那所以我们就 当然希望说总共这样进来 那还是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就是说希望的一个 可以施打对象范围的一个计量数 计量数所以不会产生互相排挤的效果 但我强调这 这困难仍然很多 那两家公司跟我们都要一起来 把这困难把它排除掉 部长好 华视新闻提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昨天有通报 有五起疑似是这个血栓的案例 但这个里面是不是 没有包括心肌梗塞而死的 需要被纳入吗 那第二题是 目前已经有三起洗肾患者 是在打疫苗后猝死 那慢性病的也不在少数 有法医今天说猝死的原因 可能跟慢性病有关 那这部分我们有可能会 不要让他们打AZ疫苗吗 第三个是台大癌医副院长王明俊 他有说AZ疫苗目前缺乏 80岁以上华人的安全性数据 他觉得说是不是让长者 可能打莫德纳疫苗 会比较安心一点 然后把AZ留给对疫苗死亡反应 相对比较低的年轻人 指挥中心有考虑吗 那另外带环宇新闻提问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 他有意外透露说 郭台铭现在买的疫苗是42块美金 这部分想请指挥中心能不能解释 谢谢 第一个我想这个 在这个商业谈判里面 这个价格都是机密的 价格都是机密 那么应该给他们能够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去做相关的一个谈判 然后第二个 事实上在里面 AZ80岁以上的试验 或等等 大概莫德纳他们也没有针对80岁以上的 或BNT 我想这个尤其对这个亚洲人或是对 这个等于是我们台湾人或是这个黄种人 基本上针对性的实验现在似乎还不多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在看起来讲 就是说在老年人的效果 其实AZ是蛮好的 那风险也不会说特别高 那产生这样的一个风险 应该是跟年龄跟这个慢性病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有一些关系 那至于刚刚他有问的 有关血栓的通报 他指的是血栓病血小板低下的这个部分 跟心肌梗塞 这其实不同的基转 那像血栓病血小板低下 他可能需要大概四天以后 或是更久的一段时间 才会产生 那另外我们之前的那五例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有死亡 那跟这一次的 就是说大概大部分都是 七八十岁以上的长者 那接种疫苗之后的当天或是次日 这个死亡 那个状况不太一样 那这边看起来是比较像是慢性疾病 那还有就是可能跟他本身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是有关系 那我这边再顺便再说明一下 那就是昨天目前 就是总共有二十五 二十五例通报进来 就是有关接种疫苗之后的死亡的这些案件 那总共八十五岁以上只有十四位 那七十五岁到八十四岁是有六位 那六十五岁以上三位 那六十五岁以下有两位 那这另外还有这二十五位里面有五位是住在强调机构里面 那另外有四位是这个游喜盛 那二十二位是有慢性病史 那三位还在调查当中 那这二十五位里面目前已经进行解剖了五位 那有三位我们已经知道结果 那其中有两位就是所谓的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 这个昨天我都报告过了 那有新增加的一位 是这个主动脉剥离 那他是南部九十几岁的一个男性 那就有这个十五号施打 那十七号因为意识改变送到医院急诊 那这个他的血红数只有这个六点五 所以跟最后解剖出来结果是类似 那这个是目前的状况 那事实上相关的这些病例 那如果能够解剖 对我们在厘清相关的一些死因 事实上是很有帮助 那所以我们有订定这个 如果有参与这个解剖的话 那也有三十万元的一个 就是一个补助 就是基本上 我们希望就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的台湾人 就比较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解剖 不过他这个能够解剖 事实上对这个死因的厘清都会有帮助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第二个当然有关于 这个打疫苗 相关的后来的一个救济 那么也会都 都会相对的重宽的认定 所以能够清楚把它排除 部长你好 那个大体中国时报问问题 请问指挥中心 专案专案许可是否会让 郭董郭台铭取得疫苗后 也仍然无法到达台湾 就是他拿到疫苗 没有办法进到台湾 另外刚刚有谈到就是授权文件 那郭台铭向BNT谈的时候 要出示什么样子的政府授权文件 然后另外一题还有的是 双北市在6月1号至15日 火化遗体的数量 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了 453具跟436具 成长了5至8成 请问部长怎么看这样子的官方统计 然后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跟实际死亡人数有差距 死亡人数会不会出现 校正回归的情况 这个校正回归并不是用在这里 那时候是用在检验的时候 因为时序的延迟 那我们为了让这个发病日 或在检验时间 能够做更好的一个疫情的判断 所以把它分去 但是大家报告的时候 这个总数它是不变的 并不是因为这样就把总数减下来 总数是仍然存在的 那第二个 相对在这里面 其实在疫苗之所以各大厂 都只要跟国家来做往来 最主要是因为进来之后 都有一些相关的免责的需要 对于这个药厂 再有一个免责 所以这上面一定是由国家来做保证 才有办法做得到 但是再过来就是说 只要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或者这个红海也好 只要取得这个德国原厂的BNT 那一定会进得来 还没有完 我先用几个年份的数字给大家看 不过有一个概念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全台湾 已经迈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所以每一年 那个高年龄的这个长者 是都在逐渐增加 这是第一个我要先做说明 那以108年来讲 108年 整体双北的这个火化 遗体的火化数量 108年是四万两千多具 那109年也是四万两千多具 那统计 如果因为现在可以统计的数字 是一到五月 一到五月份 那一到五月 因为还是要一整年来看待 因为每一个月份有一些差异性 那我们统计一到五月份 双北市在108年是一万七千八百多具 那109年是一万八千六百多具 那国内在监心 增了187例的本土确诊的个案 其中新北市呢 有76例 台北市呢 则是71例 另外也有21例的死亡个案 针对台积电 还有永宁基金会呢 要购买疫苗 在刚刚指挥官城市中也说 公司部门都会一起来合作 更多内容锁定 TVBS连书粉丝团 还有YouTube都会有 疫情中心记者会的全程直播 立法院在今天进行 纾困4.0的预算协商 不在野党 质疑国产疫苗的价格过高 没有想到 民进党总招柯建民呢 却爆料 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买BNT疫苗的价格 林静国记者韦佳琪 好 直播各位观众 来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立法院今天继续就纾困预算 来进行朝野协商 不过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在野党就质疑国产疫苗的价格 是不是太贵了一点 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 竟然爆料 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想要买的 德国BNT疫苗 买的价格是42美元 算一算台币就要1167元 我讲坦白的 郭台铭现在买的是42块美金 42块美金 所以大家不要想象松松 那个盘纳的不可能是 现在台 他们还在谈嘛 那到底我们希望他能够成功嘛 可以听到呢 柯建民是爆料 这42美元 就是当时郭台铭去谈BNT的价格 换算上来的确是比国产疫苗价格高 不过这样的答案 似乎也让在野党相当不满意 国民党团总之后废红太就呛 那么现在这些钱不能先省着点 去买莫德纳疫苗吗 一定得花上800多块来买国产疫苗吗 好 再来看就是超越了周杰伦跟邓紫棋的记录 创作歌手周星哲第四首 YouTube点击破译的歌曲呢 已经诞生了 想请交给蔡明娟 好了 歌手周星哲 记以后别做朋友 你好不好 如果雨之后 第四首YouTube点击破译金曲 在昨天17号诞生了 由这首《怎么了》拿下 《怎么了》这首歌是在2019年1月上线的 经过了约两年半的时间 累积亿万点击 其实周星哲昨天早就密切关注YouTube 当观看次数显示破译一次时 他开心地拍下荧幕上的MV画面 还打上《怎么了?破译了》表达兴奋之情 而这份成绩也让他正式超越了 分别拥有三首破译歌曲的周杰伦与邓紫棋 成为华语歌手中破译歌曲最多的人 他事后开心在IG写下 很荣幸我的音乐陪伴到你们 也鼓励到你们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成长 从19岁到即将26岁 真的好幸福有你们 除了感谢歌迷支持外 这个月22号即将过26岁生日的他也说 这真的是最棒的生日礼物了 以上就是我们找到的讯息主播 好 今天依旧是北部东部高温炎热 那么中南部下雨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下个礼拜梅雨封面就要报到了 天气方面的资讯要把时间交给丽如 好 未来几天天气会形容它是一个水气增加的过程 尤其在下个星期受到梅雨滞留封面的影响 全台湾都要小心剧烈的降雨 不过以今天天气来说还是一样的开场白 北部东半部非常非常的热 而且今天的热区比过去两天来得多 除了过去两天热区在北北基 还有宜花东地区 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天在桃竹苗地区 也列入了高温灯号的范围 特别我们要看到在花莲今天亮起是红色灯号 也就是说会有局部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出现 因此其实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 还要记得多喝水千万不要中暑 那下半天的雨区我们看到 一样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那宜花地区也有机会下到雨 但是都是非常局部而且非常零星的 那到了明天清晨的这一段时间 一样受到西南风影响 但是海陆风符合的关系 所以中南部地区在明上午的雨区 会比较偏向在沿海地区 而且南部的沿海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如同我刚一开始跟大家提醒的是 未来几天是一个水气逐渐增加的过程 所以明天你看到中南部的水气 就会比今天来得多上一些些 我们就来看原因 其实星期六星期天一样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但是因为带进来的水气增加了 所以中南部除了持续会降雨之外 午后的降雨也会增加 那特别在星期天 我要提醒的是在北部山区还有宜花地区 午后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 那星期一开始呢 除了我们讲到的西南风之外 北方的滞流封面也开始靠近了 所以在下星期一中南部降雨之外 北部一整天的局部雨势 也会开始明显的增加 那最重要的就是从下星期二开始 你看到这一道滞流封面 明显的压在了台湾上空 而且一连会影响三天 所以我们看到从下星期二开始 全台优雨 而且会有局部大雨 跟短时间强降雨 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低洼地区 要慎防积烟水 桃园市府把桃园巨蛋呢 打造成是VIP接种站 现场播放琴音乐 采用于美丁式接种方式 空间呢相当的宽敞 可以同时实现来施打疫苗 每个小时接种五百人 让民众到场呢 都称赞环境相当的舒适 桃园巨蛋体育馆 变身VIP接种站 17号上午启用 在体育馆内施打疫苗 可以容纳五千人空间宽敞 由卫福部桃园医院的 医护团队进驻 你之前看电视看的 觉得好像很凌乱 很紧张 本来很担心 那今天这样 我觉得蛮好的 市长郑文灿亲自到体育馆 视察接种的情形 认为在体育馆 为长辈接种疫苗 不只能为长者提供 舒适的接种空间 也让动线更加顺畅 那我想这个环境很 非常友善 可以同时12线 那接种区 以及等待区 还有这个观察区 空间都很大 体育馆内采取 日本渔美挺式的打法 由医护人员移动 为长者接种疫苗 每个小时 可以接种至少500人 现场也播放轻音乐 希望可以缓解长辈们 施打疫苗的紧张情绪 另外桃园市政府 也提供复康巴士 免费计程车 以及轮椅等等 友善措施 让民众施打疫苗的过程 可以舒适又贬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南投普里一名75岁老翁 在15号施打疫苗之后 身体不适 而他是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作死的原因 是否跟疫苗有关 还有待解剖厘清 而现在频频传出 有长辈施打疫苗之后 就死亡这样的情况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 台湾血栓发生的几率 请记者李作恒说明 国内疫苗 很多人接种之后 现在陆续的发生 一些死亡的个案 虽然说不是直接 和疫苗代表是有关系的 不过也让很多人 其实是有一些焦虑的 那么其实截至17号以前 现在发生有严重不良的事件 AZ疫苗只有12例 那么莫德纳有两地 其中有9例是死亡的个案 他们的年龄区间 是在65岁到90多岁 那么这些死亡的个案 有些人是三个小时 有些人是一天内就猝死 所以这些也让很多要接种的人 也开始担心说 是不是接种之后 反而其实是更危险的呢 但是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他就说了 现在目前AZ疫苗血栓 接种后发生血栓的通报 是有累积5例 那么其中确认的只有3例 而且比起国外 像是欧美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几乎超过10%的 血栓的个案 但是呢台湾目前呢 只有4.42% 这数据上还是远低于欧美的 那他也说的目前呢 几乎的死亡个案 很多其实都是75岁以上的长辈 而且都有慢性疾病 再加上进一步分析 他们妥惜之后发现呢 这个很多是心肌梗塞 或者是动脉堵塞 等等的状况 所以其实也不见得 就是和疫苗有关系 他也认为说 大家现在其实还是应该来接种 这样子呢 才可以提升国人的保护力 前一期冠局长苏毅仁 跟台中市长卢秀燕呢 也跟中央喊话说 应该要尽快的厘清疑虑 再交给左衡 国内确实现在已经发生了 不少起接种后死亡的案例 但是指挥官陈时中还是强调说 力大于弊 希望大家多多来接种 但是呢 前疾管局长苏毅仁呢 他就提到了 就是他最怕的事情 因为呢 现在大规模的接种 他认为本来就会带来一些 不太好的数据 但是大家太拘泥于这样的数字呢 其实反而会降低了 这个接种意愿呢 他就说了 指挥中心不应该只是 一直讲力大于弊 而是应该要说服民众 因为确实呢 从数据上来看到 台湾每年的死亡数呢 大概是有20万人 那么其中65岁以上呢 就占了16万人 换算下来 每天大概是有400人 他认为多数还是自然死亡 因此呢 指挥中心应该要针对解剖来说明 也要提出一些数据上的佐证 来让大家呢 不要那么害怕 也就是赶快的止血哦 不要呢 让这个事件呢 再继续的滚血球 那么不止他哦 其实包含了台中市长 卢秀燕呢 他也提到说 像台中 17号以前呢 大概就有四个人 接种后死亡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人 证明了 是和这个疫苗 没有关系的 那么其他三个人 是还要再厘清的 他提到说啊 中央呢 应该要尽速呢 来厘清这两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有关联性 如果呢 让人民来自行评估 那么恐怕 对人民来说 是太过沉重 打了疫苗之后 哪些状况 要尽快就医呢 再请教做好 国内发生多起 疫苗接种之后 猝死案例 确实让不少人很担忧 但目前还没有 直接的证据证明 是和疫苗有关系 不过呢 其实专家也提醒说 大家呢 打完疫苗之后 还是不能够太大意哦 我们就先从 这个疫苗的效率来说 其实呢 接种完之后 大概两周后 它才会开始产生保护力 那么当然 如果你是接种那种 需要打两剂的 要打完两剂之后呢 它的保护力 才会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说呢 接种完才能够 确保保护力持续 有比较会有完整的保护力 那么当然 接种后 也会有一些副作用 很多人呢 比较常接种部位 会有一些疼痛 红肿的现象 甚至呢 疲倦 头痛 发烧 这些呢 都算是呢 一些正常的副作用 那么很多医生 也会开一些呢 是比如说退烧药啊 来缓解你的不适感 但是要注意的是啊 这些其实通常是非常轻微 而且在几天内就会消失哦 如果接下来 你在48小时之后呢 还是持续有这样子的症状 甚至呢 是出现一些严重的过敏反应 比方说呢 已经开始感受到呼吸困难 气喘 或者是一些晕眩等等呢 就应该要赶快来就医 而且呢 也要告知医生说 你是有接种过疫苗 才开始出现这样子的症状 那么接下来呢 才会赶快的对症下药来处理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